好,那今天就更具細迷移的教大家怎麼降落 那我現在開啟一場新的局 可以看到其實飛機是從右上角往左下角飛 所以到底要怎麼飛呢? 我這邊用一張圖片來跟大家解釋 圖片上可以看到紅色的地方是飛機 那黃色是飛機會經過的線 根據我的觀察其實大部分人都會降落在我標起來紅色的區域 意思就是你如果降落在這些地方會非常非常的危險 所以我的建議是往藍色箭頭標記的方向飛 以這場作為例子 那你飛到那邊撿好裝備之後 接下來也是要照著藍色的方向走比較安全 你如果又照著紅色箭頭的方向回到中心的話 你就會遇到你剛剛想要避開的那些人 所以最好的方法 其實統整來講就是沿著飛機那條線 你能飛多遠就飛多遠 盡量不要在線上逗留 你飛得越遠 你就可以確保你身旁會越沒有敵人 那你就可以安心的慢慢的往安全區域內移動 就不會在前期就是說 一開始就被別人打死了 那這邊我們就多舉一些例子 可以看到我又開了一場新的 那這次飛機的方向是從左上方往右下方移動 那其實也是離我們剛剛跳的地方非常近 然後我們一樣把剛剛那些標記標出來 你就是不要跳到紅色區域裡面 所以圖上對有標記的地方 就是那個綠標其實是非常危險的地方 我就不會跟著他跳 好啦那其實聽到這邊大家應該會有個疑問 就是說那我如果沒有辦法直接跳到那些地方怎麼辦 那這邊舉一個例子 我個人非常非常喜歡跳Outpass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我對地形非常熟悉 然後相對的也在地圖的邊邊比較不會有危險 所以我非常喜歡跳這個地方 以這場來講你可以看到藍色的虛線其實非常非常的遠 這肯定是需要一個中繼站的 所以我的策略是這樣 我會先跳到這個水塔的部分 然後再走兩座橋到達Outpass 那你以這種方式飛的話 其實你就算水塔那邊不要撿任何東西 你直接衝橋 你在橋上把東西撿一撿 然後到Outpass 其實東西也是會非常足夠 你根本就不需要在一開始跟別人 就是在沒有任何裝備的狀況下 跟別人硬幹 其實就是不需要去冒這個風險 那我自己試過幾次之後發現其實 以水塔當作中繼站 然後跑兩個橋 然後橋跟橋中間還有一個營地可以撿東西 其實就是會有非常多東西讓你撿 然後因為你是往地圖的邊邊跑 其實你就不會遇到什麼人 這邊再給大家一個例子 就是其實飛機是黃色的那條線 那我人其實就是一樣飛水塔 然後跑兩個橋到達Outpass 這個就是會離飛機飛行路線非常遠 因為你往外跑 你不可能在外面遇到人 那像我這一場我就沒有掉到營地上 我就是直接衝向橋 然後把橋上的東西撿一撿 這邊其實就是分享給大家一個觀念 就是你盡量往飛行路線遠的地方飛 然後再往地圖的邊邊走 那你至少可以在前期拿到一些資源或武器 然後至少在前期不會死掉 你的排名就可以相對靠前 好吧其實這次就是分享一些我自己習慣的跳法 還有一些我認為比較能夠生存下去的一些觀念給大家 算是一種比較理性的分析方法吧 就讓我這樣叫 其實我會想到這些是因為 數學上有一個叫做最小平方法的東西 這邊我就懶得解釋最小平方法是什麼東西 反正我的想法就是你要當那個最離散的資料點 你就不會跟那些 就是我標起來紅色區域的那些人 離得那麼近 然後死得那麼快 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那最後就是祝大家用自己的方法順利吃雞囉 如果想看其他影片也可以點影片的左右兩方 那也可以去看我之前教大家為什麼我喜歡OutPass的原因 那就這樣啦